今天我们在贵阳微青路 河饭一条街 我们来看一下贵阳的河饭 哎呀这个排队的人啊 这个菜的颜色漂亮 15块钱随便吃大姐是吧 不要浪费 哎呀这个红烧肉是太漂亮了 它这个菜没有就朝上天 这个队排得越来越长了啊 没有座位就全部站着吃 刚才我们在前面看到几个懒活的大叔啊 我们来去问一下 他们吃了没 就在前面 有一群师傅带着装修工具 应该是懒活 师傅你们吃了吗 没有 没有 我请你们吃吧 谢谢 后面的师傅吃了吗 你们吃了吗 没有 没有 我请你们吃盒饭行吗 可以啊 前面 啊 你们这个是装修 哎 啊 你们几个人 八九个 八九个 十个啊 十个啊 现在你们过来 我请你们吃饭 说 哈哈 师傅们还是很淳朴的啊 正在我后面了 十个啊 老板娘 加我的一份 十一个啊 十五一份嘛 对 好好好 谢谢 你们打哈 老板娘你们这个盒饭干多少年啊 三十年 三十年 哎 我们都是第一次挺低的 第一 也薄的嘛 薄利多加 嗯 我们这基本上住公益 公益 嗯 那你们这个 基本上一天能卖多少份呢 一天一天都是卖一天 一般的份 但是住公益的时候 这不加高 我们都没有涨价 哦 赚的少 赚的少 一天不 哦 但是菜好像挺多的啊 菜是 是优质菜 结果是 嗯 师傅多打点红烧肉 谢谢 是 拿红烧肉 大红烧肉 拿红烧肉 钱是优质菜 哦 不卖尾米菜 是是 看着干的 我就看好那个红烧肉了 我现在来吃 三千块钱就喊 往左边 哎 还有三千 哎 哎 不拍 手了 我俩手了 哎 哥哥哥都到我们家来吃 爸 叫我啊 我 有 我 我 管一 对 我来点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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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师傅你们那个平时这个活多吗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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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能赚多少了 一天 基本上就是说 相当于就是说 上班的工作人员 一个月呢 有四只五千块钱 只有两只 这个自由是吧 自由 来 看看这个生意 一排全是快餐饭 红烧肉加上去 红烧肉加上去 豆腐泡 红烧肉的 下巴加的加 加上去 来 往前走 看看这个生意 要放红烧肉来拜队 你再高乱了 你还要 除标 我时候这本子比较高乱 高乱比你大 还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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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烧肉又添上 这个气氛好不好 红烧肉又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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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哥这个和饭好吃吗 好吃 非常好吃 十五块 十会宝 十会 开始打我菜十会 试着香了 那个排队 排队 师父们都吃完了 我还没排上 吃过吗 好吃吗 你是江叔的 呃 我是四江的 我也第一次来 哦,叫什么? 这是土豆,你尝一点嘛 好好好 这个是肉丝 肉丝 品种挺多哦 我已经选好了,大概要几样 我喜欢吃这个 这个 再加一个 这个 蒜苔 银白菜挺好的 这个 银白菜 这不是包头菜吗 好像是 你哪边的 浙江湖州 来贵阳多少年了 第一年 吃得惯吗 我们就是吃醉 红烧肉 今天我们的盒饭 来 干就完了 都用这种小瓢子啊 嗯 苦豆这个泥打成泥这个好吃的很 下饭 超级下饭 第一次吃好吃吗 可以 您吃咋面啊 都是湖州的 味道挺好的 15万年 能吃到这么多菜 好 谢谢啊 啊 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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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快捷地去了啊 就是盖饭 哈哈 哈哈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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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谢谢 不要不要不要好谢谢谢谢 这个多少钱 这个不消息 哎 尴尬都不消息 老板娘请我喝的 这个叫什么汤啊 山鲜汤 我们再看看 我放一下 不好意思 三鲜汤 这是什么 鱿鱼 大鱿鱼 鱿鱼 香菇冬瓜 这个盒饭吃的太满足了 光盘行动 大高盟吃饭真的快 一晃眼人就没了 我估计是怕耽误接活 小铁棚子 小铁勺子吃饭 这个感觉真的好 这个是刚才旁边一个贵州大哥给我买的 贵州人真好 你们一下子就都走了 来来来 吃个人吗 来师傅 来喝水 我刚才找你们一下就吃完了 你们吃的是真快 好 走了啊 谢谢 再见 这个可以说是乐山最出名的特产 鲜皮鸭 你们看就这么小的店 数了一下15个工人 生意绝对货高 你们的一天最高能买多少只呢 最高啊 之前最高的话 156 156只吧 15600只啊 那一只要80 七八十块钱 七八十块钱 你们家叫招鸭子是吧 招鸭子 也算最出名的几家店呢 我们那三次出名的就是招鸭子和那个金融店那家嘛 比如说比较舒敏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老店 有很多回头客的 像我们这些东西 这个鸭心鸭鸭肥肝 还有卤 这些东西 所有的都是本色的 只有那个甜蜜鸭上色 对对 甜蜜鸭不是上色 它是经过那个 糖消化的一个 它是那个油烫鸭 烫出来的 烫得比较干一点 干的话 它的颜色是比较干的 它贴出来 这个 就上面那个 下面那个 现在四分了 你找旁边 这两十149块 一只一只 一只只一只 是吧 这样它就不那么硬是不是 这个主要是把 后面的骨子给去掉 后面去比较尖的骨子 因为呢我们那个灯车带 一瘦就破了 对对 破破的话 里面东西 那个气的话就不坏 我们那个一天能发多少单 发他们家 一百多单 一百多单 对对对 那起码要两百多只鸭子 对对 哦生意好 对 他们的生意一直都很好 这个药买就是一只啊 一半只 也可以一半只啊 可以一半只 买了这个半只照鸭子 这个是封成一半的一半 就是四分之一 半只四个关键 刚出锅的 漂亮 曾经有盐水鸭 烤鸭 我们来今天感受一下 大乐山的这个甜皮鸭 也就是油烫鸭 它这个皮 脆脆的感觉 正好特别烫 他们家刚出锅 之前吃过是凉的这个 这个热的 啊这个热的 啊香 它这个皮有点焦焦的 你烤鸭完全不一样 这个皮被烫的焦焦的 口感稍微有一点点 介于脆之间的那种感觉 特别特别的香 他们家挂着这个藏丝 我们南京好像没有拍 全皮鸭的 啊 他们所谓也不错 热山的味道 大家好 我是麦总 今天带你去吃一个 配方值100万的 荷兰烧鸡 35块9 比35 嗯 1 2 2 3 4 2 3 11 11 11 一锅卤多少只 一锅二十只 二十只啊 啊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烧鸡的做法啊 烧鸡是现炸和卤 啊然后对现卤后炸 这是老板的秘方 这个卤这锅要卤多久呢 市场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啊 嗯 哦 这锅快了嘛 这个老卤用多久呢 这个老卤在我手上就二十年出手了 二十年啊 这 最大的配方就这个是吧 差不多吧 这配方听说一百万 一百万也不卖 卤完在炸 对的现卤现炸的 这个是哪边的特产呢 这个是 荷兰的盗口烧鸡给粮过来的 起锅喽 这个鸡是鸡二十几分钟是吧 那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啊 那你这一天能卖多少的烧鸡啊 嗯我们家两个店 人里一个店正常的也卖不了多少只三百多只 但是 没有 6盘以外多久的烧鸡 一两个小时吧 一两个小时 那些鸡 你看着都一样大 那个是动的就 不一样的 全部 采用了新鲜的剂子 大小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对 请问这个油 是不是每天都卖还是 每天早晨 每天早晨来卖 一般人都不相信 但是自己做好自己的东西 客人能吃出来哈 你每天早来有就是亲的 这是我的是吧 对对对 我的辣椒正常 正常吧 好 过来这个烧 这啥点辣椒 小包 嗯对对 迫不及待了 我就在这吃了啊 我来啃个小鸡腿 哦烫烫烫烫 来个鸡腿 卤都到位 这个骨头都脱掉了 100万配方的烧鸡 怪不 嗯 它里头汁水 你看挺足 有的那种虫子鸡会挺柴 它这个 你看这个 汁水水都锁在里头 哇这个香 我经常看到那种 终于忍不住了 还有烧鸡 安准六块钱一次 六块钱一次 除了烧鸡 它还有这个 小安卖的特别好 也是按照烧鸡的做法 先卤再炸 你看啊 这个报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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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鸡肉了 是吧 嗯 这个 这这包是 他命了 当时 她的 付费 这个 只要许可 怎样 就这样 赵 awk 你 昨天 市场 四天 现在 都 四天 不是 不是 孩子 不是 粉纸 就帮助其他垂的 他垂了这样 老板以前做老鹅之前做什么呢 上班的 咱垂进去那边上班 做了个钱工 做了几年 钱没裤子 做老鹅然后搞了个小钱 你老板还做什么的 登靠的 这二八经登靠 初战初战的 三十岁了 三十岁啊 三十岁 你看了 这老鹅堂就留了 看看吧 这个毛孔还挺粗的 对对对对 像这个季节 基本上就是这种鹅 这种鹅品相好 肉质也好 那种鹅也是老鹅烟吗 对对对 我们登靠这边的老鹅 全是老鹅 对对对 不像那个圆州那边 那边跟那个天长那边 天长那边 他们全是那个火火 直接下这个老汤 我们要多多工序 下那个老鹅 这个就是烟那个村鹅的鹅 那这个就叫八经倒鹅了 你看了 虽然隐固五了 但还是很轻你看多了 它是什么东西放进去这么颜色 香料的颜色 泡过鹅之后 就是这个颜色了 知道吧 老鹅 这个老鹅虽来几十年了 这个要烧开吗 这个肯定要烧开 每次烧过鹅 泡过鹅之后都要烧开的 很好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我们登个老鹅就是这个是最灵魂的 你们还做六斤的 怎么老鹅几十年了 几十年吧 我这个酷里妈 问,你要那个药匙 这个老鹅做老鹅吗 做老鹅吗 那这个吗 一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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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撒拉股 där 一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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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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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毛去 咱去咱去哪 啊 聚这么多? 不然一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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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蚝 葱 花角 生姜 这个椰 老的椰皮 鲜叶 也要后给它烧是吧 对对对 马天就要烧 因为昨天也采采过 这个鹅四剑也发过一副啊 对 你们那个鹅 跟鹅四剑摊得下来怎么卖 马鹅三十 鹅四剑二十八一副 不贵啊 我们这个农村只剩这样 放银地嘛 董哥老的 这个煮汤涂油皮条是吧 鹅油 对 鹅油鲜 这个煮完以后还拔这个毛是吧 废事废事 这种小绒毛生的就拔不出来是吧 对对 这个眼神不好还不行 对 老年人不能干这个活 外面干这个 安个小绒 三个咯 我们脚光要这张 就下里面七点来 我们一点都在帮 宿石肉啊 鲨老鲁肯定要比较吃点里面干净 我们要自己多了 这个要上午卖的是吧 对对对对 和再下午活 和回来戴上火 对对对 肯定了 上午是上午下午 这是洗干净的大厂是吧 对 洗干净吃过水 两个人要泡 已经焯过水了 这个点一般 这个就是第二锅 一锅大概一百多一点 一斤 一百多斤 然后还有几两个 下面还有两个 你这卖到晚上 大概没有点 好酱油啊 飞锅一百多斤是啊 对一百多斤 好看是好看就是有点贵 一百零五一斤是吧 剩你贵了没办法 哦 剩你一百二十几一副 一百二一副 一百二十几 几斤生的多一斤说的 一斤剩你来包三两多一点 三两啊 对 我现在肠子处理的很干净没有油的 你赶紧一下信息 他知道 一大堂开了多少年 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啊 对 最早的时候回啥钱要 最早他现在就几块钱一付 好那熟的卖多少钱呢 熟的十几 十几啊 对 自己挑吧 可以自己来 你们最多做过多少锅这个 这个锅链大概十几个元的 十几锅一锅一百斤啊 对 半斤 对半斤 肥的也没有油 其实肥的肉都好吃 那个肥肠少说的我一举啊 那是决饼 那你叫决饼 最后多少钱 94块钱 94块钱 这个就是荡肠的灵魂呢 灵魂是吧 看一下 你看这个荡肠 这个漂亮 一点油都没有了 有的人喜欢吃常德 荡肠吃的人非常动 其实常德是好吃 嚼得香啊 荡肠的它两层肉 没有油 咖啡也很好吃 这要煮多久啊 一个多小时啊 酱油颜色在下面的是吧 对啊 还没上色了 还没上色了啊 对 我十一的动作 哦 就不用加别的东西了 好 如果是属于 买个二十块钱尝尝 血压高不能多吃 哎 哎 没那个血压高不想干 哎 哎 我们都不够钱来 好 血压高不想干 不想干 它这油大的油 不想干 不敢多吃 看美这是什么 要干的 肠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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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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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肚肚 我们就搞点20块钱尝尝味道 20块钱吃了 喝了是吧 喝了 喝了 喝了也喝了 吃了 去吃个冰糖 喝了也喝了 我也要点你们的灵黄炉子 好啊 不要带着它 好谢谢 刚打开这个一股肥肠的臭香味 呼变好来 你看我们买了点尝尝 就这么点 20块钱 肥肠真的是奢侈品啊 我来尝尝泄季的这个胆 贴的是一点点长头 特别有绞劲 这个肥肠卖105一斤 已经变成奢侈品了 但是 据店家讲 这东西三斤柱一斤 肥肠生的 现在特别贵 赚的并不多 但是老百姓 马上已经吃不起了 脖子特别臭 有绞劲 好香香香 臭香臭香的 不敢多吃 水牙膏 再来一块 这就是南京最贵的北桃 再来一块 细地打上 好喝 我们今天去看一下 人家在小区锅道里煮的猪豆肉 马上倒了 这回好香啊 啊 你好你好 还没出锅是吧 出锅了 啊 这捞还不太好捞 会碎是吧 碎 煮的烂会碎哈 碎得 这个还要东西上色吗 都是粉色是不是 不要就这样过来 就这样 这时候放酱油都不放酱油 不放了这个已经弄好了 这个马上骨头一放就可以 就可以摆了 这个就得 糊了几个小匙 糊了四个多小匙 四个多小匙 四个多小匙 在那去锅 是不是他们家煮的肉怎么样 我们要煮腿啊 柳河第一 柳河第一片 啊 那个什么泥滴一碗 其实是要拼人的 你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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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那他们并不去 坑板 就这处秀做个地方 庹 keys crow keys 参牌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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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啊.» 对对对 现在卖多少鞋鞋 买50 50啊 这个出锅还要剃个毛 说这个 定的毛 还是费事啊 猪头肉越来越贵了 卖50鞋鞋 生的贵了是吧 生的贵了 从去年到现在猪头 生猪头一直涨 一直都涨 一直都涨 对我记得去年买的时候还30几 35 去年30几岁 35 30几到40 40到45 你们87年刚做的时候买多少钱呢 那十几岁 那是 那是个那是联瓜肉层一斤 半瓶一百 我们就是当地方人买 买的多 现在几斤能出个一斤呢 四斤斤 四斤到四斤 四斤到四斤四 越烂 他越少 越烂越少对吧 十净之人猪头最就四斤四 哦 那卖这个价格 六合猪头也要卖这个 豆藏是买的 豆藏是撒家豆一 嗯 哦 嘿嘿 大潮三斤出一斤 三斤出一斤 哎 出不出 哎 后面刚出锅你看就有人来买了 你看小区的楼下 过道里头 我们刚才进小区的时候 正正飘向那个香味 肝脏肉多往前一点 六十啊 啊 多也六十 是 这个三斤僧僧 曲针湖市场僧僧 哦 很多这种会吃的 嗯 嗯 上面蓝板 刚才 很多就定了啊 刚才都是蓝板的 小部还有定的 现在九点四十了啊 马就正好出床子 今天有点晚 今天有点晚 下雨有点晚 九点半就整点啊 一旦九点半 准备是大公司啊 准备的 准备的 已经有客人在等了哈 说一下 哎呦 我准备要这一分 准备 准备 又没有 小子小子十点下午是几点 三点木二十五 一百零五点 说到哪儿多少现在 九十 九十啊 八斤啊 不太忙一个五斤一个三斤 啊对可以了 把这推了 十七一百 刚刚的多少钱啊 还一啊 刚刚的六十 好那等会 换你个 嗯 一多少 一大吧 五十一 十一 我还差你 几十 我 partial checking sa 别 注意 你有 quote 中共 iba 咀嘴 这边给我切啊 大嘴吃着啊 啊对 好 好 来吃个这个嘴子 啊这个看的超好吃 一大早吃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奢侈了啊 入口即化 这个就是六合猪头的特点啊 入口即化 它这个肥油已经煮的全部煮完了 你看刚才这个卤水上面全然飘的肥油 它这个卤的时候把肥油煮完以后就没那么腻